城茂顶着毛毛系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到新北重阳桥市查整件工程 那跟我们刚刚讲的汇流的地方的重点在这里 拼拼点头仔细听简报 选战过后侯友宜回归市政 全力挽回新北市民的心 才能够在2026让继位者顺利接棒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信念 全力拼新北市的大发展 面对提问四两拨千金 传出侯友宜有意让现任副市长刘和然 竞逐下一任新北市长 不过曾任高雄副市长的李四川 不只是现任台北市副市长 更担过新北副市长 另外以全国第一高票连任的淡水立委 洪孟凯也被列入热门名单 相信每一位都是在新北耕耘许久 也有非常丰厚的政治经历 我们欢迎这家的人选 类似的形象 我觉得李四川是非常好的人选 第一个他自己也住在板桥 他是新北市民 然后第二中国西北市的副市长 高雄市的副市长 台北市的副市长 这种治理的经验是没有 真的丰富 真的非常的丰富 蓝银点兵点将 绿银也不遑多让 除了郑文灿之外 还有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三连霸立委苏巧慧 同样拥有高人气 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和团队思考 如何推出更多更好的法案 并且把中央资源带回地方 民进党内优秀的人才很多 如果大哥大姐们愿意承担责任 我相信大家非常乐见 蓝绿阵营各自盘算 民众党同样抹刀祸祸 黄国昌当两年立委后 将投入2026 新北市长这一局 似乎也不会缺席 但是黄国昌过去的所作所为 都经不起检验 他自己就在细致的选区 因为自己确战而抛弃的 对选民要深耕在地的承诺 2024总统大选才落幕 2026地方首长争霸 台面下岸潮汹涌 已经蠢蠢欲动 进行为黄墙 需要委赞封报道